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锐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卑诗省公立学校教师将在星期四对今早达成的临时协议进行投票 美国计划派遣3000名士兵到西非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 晚上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4年的9月16号星期二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在多市市长竞选当中暂时领先的庄德丽阵营 昨天以公务繁忙时间紧迫为由 宣布推调不参加本周举行的三个辩论 其中一个更是在昨天举行前三个小时才临时通知 令主办单位感到不满 奏智慧指责庄德丽害怕面对选民 举多市媒体报道 庄德丽昨天下午五点钟才通知 在华雅逊大学举办辩论的主办单位不会出席 该次辩论由公车乘客团体TTZ Riders和华雅逊学生会所举办 辩论主要是关于各市长候选人对多市交通的远见 惠方称 庄德丽最后一分钟宣布不参加辩论 是一种对主办方的不尊重 《太阳报》报道指 邹智慧指责庄德丽逃避辩论 并指她是出于害怕 邹智慧称 庄德丽的交通计划超过十年没有改变 而她的财政方案也是有很大的风险 庄德丽没有正面回应为何取消出席部分辩论 但指出 并不是因为害怕跟邹智慧较量 不过庄德丽周一晚上仍然跟邹智慧 在一场辩论当中对垒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邹智慧在辩论当中批评庄德丽 没有任何市政经验 一旦当选 将有太多东西要学习 安省奥里利亚一名女子吃了未婚夫最后一只雪糕 觉得不好意思 于是出外买冰淇淋 她虽然馋嘴却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 赢得五千万智多彩大奖 30岁的女子贝肉龙昨天与32岁的未婚夫布雷 到安省彩卷及博彩公司多伦多展示中心领奖 贝热龙说 他们证实自己赢得至多彩头奖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 两人还表示他们在商量如何处理大奖 但心里首先想到的是度假 而且是越快越好 加股方面 最近几天安省温莎地区医院收治的 患有急性呼吸道疾病的儿童数量激增 患病儿童大多不到5岁 而阿省也同样出现了18宗病例 有人怀疑这是否是感染了成千上万名 美国儿童的D68肠道病毒传播到了加拿大 对此医务人员表示 这要等本周晚些时候 血液检查出来后才能做判断 自星期四以来 总共有十多名儿童 在温莎地区医院接受了同样的治疗 该医院表示 这很为不寻常 为了加强预防 这个医院限制18岁以下的人探视病人 以防感染 D68肠道病毒初始症状和普通感冒 没有什么区别 但D68肠道病毒的症状发展很快 也很严重 据医院介绍 D68肠道病毒是通过直接接触 或间接接触传染 最容易受感染的是儿童 尤其是五岁以下的儿童 成年人也会受感染 另外 萨省和阿省都发现了 儿童医院有呼吸道疾病病人增多的现象 希望家长予以重视 D68肠道病毒目前正在美国中西部蔓延 包括伊阿华 堪萨斯 俄亥俄和其他各州 美国总统奥巴马 星期五听取了相关的情况汇报 联邦参议院被停职的参议员达菲被刑事起诉案 今天首次在法院处理 达菲没有出庭 由代表律师短暂出庭 代表律师说 达菲期待案件紧早开审 希望在下星期再出庭时 可以定下正式审讯日期 律师还表示正在考虑可能是证人的名单 不排除会传召总理哈珀出庭作证 加拿大皇家骑警在今年7月份 指原署执政加拿大保守党的达菲 涉嫌在出任参议员期间 不恰当申报开支 控以诈骗 违反诚信和贿赂等 总共31项罪名 其中贿赂罪涉及的是 总理哈珀的前幕僚长赖特 曾向达菲发出一张9万加元的支票 补偿达菲被质疑的开支申报金额 哈珀一直被质疑 对事件是否知情 以及知道多少 达菲的律师今天说 案件是一宗刑事案而非政治 会以专业的手法处理 也相信 安省的法院不会容许案件 沦为政治马戏团 但他同时承认 案件有可能 会在定于明年10月19号 举行的联邦大选之前开审 北市省公立学校教师 会在星期四 对今早达成的临时协议进行投票 资深调停员雷迪说 教师联会和省政府谈判代表 经过一番努力 终于达成临时协议 如果临时协议获得通过 北市省公校教师的罢工 会正式结束 温哥华教育局主席白贝蒂说 他不清楚学校可以在何时复课 不过各间学校的校长 已经在幕后进行复课的准备工作 部分学期表示 相信要在工潮解决后一段时间 才能复课 一切要视乎协议的条款而定 另外安排小学复课 比安排中学复课较为容易 好了 家国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间做广告 广告回来将为您带来国际新闻 天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与中国共有12个分社 地面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致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够初步完成机票和旅游团预定 保证您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风采无限 天保旅游 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发掘本地最具潜力的 音乐表演者和团队 只要有超凡的表演实力 热爱音乐 有自信 有表演力 无论你是歌手 乐团成员 国乐达人 电音DJ 我们都欢迎你来参加直播选拔 Live Music 纯声音乐 这个舞台即将让你发光发热 报名请电 647-657-1059 或发送电邮至 LiveMUSIK at war1radio.com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 同时也是两家人的事情 你父母那儿我怎么交代 我现在没有能力 去在四环仪内买房子 我没有 我说了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 可是你爸你妈呢 你要知道 这次小军去上海 是去当策划部经理的 很有可能就留在那儿了 从今往后 妈再也不拦着了 你喜欢的 你就带家来给妈看 愿不愿意 我看 儿子就一二天被你中得坏了 这个是我的儿子 我不中他, 谁中他 别笑 你拿去看吧 长兄弟 你别以为他 我半桶水看这本书不行 你先看看这块东西 这块东西 开运的 你立即跟我回国去分集 你准备去补习 你知不知道 你爸爸可能在单位 做事不顺 就经常拿我们出气 他自己脾气 不要还经常怪我们 他公司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你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计划派遣三千名士兵 到西非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 除了设立医疗中心接受病人 美军将在当地开设培训学校 舒缓医护人员人手不足的问题 伊波拉疫情至今未受控 不断有医护人员染病 医疗系统濒临崩溃 美国官员透露 总统奥巴马计划 扩大支援西非地区抗疫措施 将派遣三千名美军到当地 针对医疗人手短缺 美军将在当地成立一所培训学校 教授如何照料伊波拉病人 预计每星期可以培训出500人 美军还会在区内建立17间医疗中心 每间有100张病床接收伊波拉病人 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 美军会在当地成立联合指挥总部 协调美国和国际间的援助物资 美军还会协助分发医疗物资 和社区教育工作等 奥巴马今天前往亚特兰大疾控中心视察 将宣布有关消息 预料三千美军两星期内 到达西非开展工作 中国一支流动实验室测验队 总共59人也已经启程前往塞拉里昂 将在当地中国援建的医院 协助检测病人 联合国安理会 应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要求 周四召开会议 讨论伊波拉疫情 也是安理会2000年艾滋病会议后 第二次就公共卫生议题 召开紧急会议 鲍尔呼吁国际社会积极协调 防止疫情扩散 世卫公布目前 大约4800宗伊波拉确诊个案当中 已经有超过2400人死亡 苏格兰独立公投后天举行 支持和反对独立的民意 仍然相持不下 英国三大政党领袖签署保障协议 承诺给予苏格兰更多的权利 首相卡梅伦也尽最后的努力拉票 希望挽留苏格兰 决定苏格兰去留的日子越来越近 数以千计反对苏格兰独立的民众 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集会 他们手持英国和苏格兰旗帜 表示希望苏格兰人明白独立 不单是苏格兰的事 团结合作总比分裂和竞争好 保守党党魁英国首相卡梅伦把握最后一次到苏格兰拉票的机会 在阿伯丁游说 卡梅伦形容苏格兰独立将会是一场痛苦的离婚 除了两地货币不再统一 边境和军队要重新划分 海外的苏格兰人也不再获得英国大使馆的必要帮助 他希望选民即使不满英国政府都不要意气用事支持独立 卡梅伦还与自由民主党党魁副首相克莱格 以及在野工党党魁利文斌签署保证协议 承诺只要苏格兰不独立 就会给予苏格兰更多权力 包括议会 税收 开支 福利等方面 而立主独立的苏格兰首席大臣萨蒙德 则在爱丁堡拉票 他形容反对独立阵营只是用恐吓言辞制造恐慌 当地三项最新民调显示 反对独立的比率仍然领先2到8个百分点 不过 星期日电讯报 委托民调公司在网上所做的调查显示 支持独立的受访者有5乘4 较反对的多8个百分点 飓风吹起 墨西哥西部沿岸地区多栋建筑物受到破坏 部分地区有趁乱抢劫的现象 数以万计的旅客和居民要疏散 热带风暴奥迪尔 当地星期凌晨 以时速大约200公里登陆墨西哥 摧毁多建民居 不少酒店和商店也受到波及 玻璃碎裂 有人趁机强掠便利店 风暴的破坏力 在度假圣地 卡布圣鲁卡斯也随处可见 泥石和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部分酒店更出现水劲 受恶劣天气影响 当地机场一度关闭 大约三万名旅客行程被打乱 要到临时收容中心暂闭 气象部门指 风暴正向西北移动 预测风势未来数天会逐步减弱 但警告当地仍会持续下雨 呼吁沿岸地区居民 提防河水泛滥 以及山泥倾泻等灾害 来看一条趣闻 澳洲墨尔本一条金鱼得了肿瘤 主人安排它做了手术 成功将肿瘤切除 估计可以多活20年 有人说金鱼很善望 不知道金鱼乔治 是否记得他刚走出鬼门关 头上银色的是切除肿瘤的印记 事故在他10岁 生了脑瘤说起 心痛的主人带着乔治去找他 动物医院的兽医 墨尔本洛特史密斯动物医院 医生李奇指 被金鱼做手术 医生说不是第一次 但都算复杂 先将乔治放入有麻醉药的水内 待他有一会儿便睡着 放到手术台插喉 将有氧气和麻醉药的水 供应到鱼塞 肿瘤大 切除时要特别控制出血情况 伤口大小也是手术关键 除了缝针 还用组织胶处理伤口 45分钟过去 用了300澳元 主人终于放下心头大石 现在乔治重拾健康 记不记得住室也好 他能多活20年 主人最安慰 为关注